這是什麼就是一本歷史課本 上帝要透過一本歷史課本 我相信我們都讀過書 我們都聽過歷史 那在歷史裡面你看見什麼 當你一翻閱歷史 哇第一世紀發生了什麼事情 第二世紀發生了什麼事情 第三世紀一直到現在 這麼長的歷史裡面你看見什麼 你看見神的代理 再來神要給我們看到什麼 我們的投影機變色了 神要給我們在一個照片裡面 看見什麼恩典 這個是一個爸爸媽媽牽著小孩 今天的投影機是彩虹顏色的 它會變色 再來當你看見我變成長了 再來我年輕的時候 我年老的時候 你看見什麼 當你每翻開一本相簿的時候 你都覺得哇我出生耶當寶寶的時候 啊這時候上小學 我隔壁那個男生同學隔壁那個女生同學 再來當你高職的時候 你想哦原來我那時候考大學這麼辛苦 當你到大學的時候畢業 啊那個男生就是以前我好像偷偷阿念他 再來呢到你大肚子的時候 哎呦原來我大肚子的時候這麼胖 小孩出生的時候 哎呦好可愛哦 可是現在怎麼這麼調皮不聽話 到你年老的時候 你回去看你會說一句話 哇原來這些日子我都走過來了 在你那裡面看的時候你會發現神一步一步的在帶領你 不管怎麼辛苦 神都在這之中陪伴你 再來神要透過一本聖經告訴我們 你要知道你的一切的我所誓服你的都是從我而來的 當你讀聖經你會知道這一切都是從神而來的 從神而來的 今天我們讀的經文記者在生命記 首先我們要來看生命記到底要告訴我們什麼 其實呢在生命記裡面描寫了以色列人在荒野走了四十年 他們現在面對了一個很重要的時刻是 他們走到了約旦河的洞邊 他們要進入迦南美帝 他們要進入迦南美帝 那是神應許給他們的 神應許給他們的 可是我們知道在曠野裡面都是誰帶領他們 摩西 但是這個時候摩西要做一件事情是 他不能進去那個迦南美帝 所以他遭聚了所有的以色列人是新的一代 是新的一代 因為以前那些不相信神的作為 不信神的已經在曠野生老病死都已經過世了 留下來都是新的一代 摩西這時候已經一百二十歲 已經一百二十歲 所以他面對一群新世代的以色列人 他要告訴他們什麼 他要告訴他們去數算神的恩典 摩西那時候就很像一位老校長要退休了 剛好又遇到最後一屆的畢業生 通常老校長要退休又遇到最後一屆的畢業生一定 致詞的時候會說很多 沒有錯你看這祕密記 整個也都是摩西在說話 在這裡面有回顧有勸勉有警道有立約有提醒 就像一個畢業典禮一樣 摩西要告訴以色列人 你們要看見神是信實的神 神是信實的神 神要帶領他們進去那個應許之地 因為他是一個守曰的神 英國的歷史學家湯恩比 他說過一句話 他說人類其實從來沒有在歷史裡面學到功課 當你半月歷史的時候 你會發現人類犯的錯誤總是一模一樣 一犯再犯一犯再犯一犯再犯 所以摩西告訴他們 要他們去思考不要再犯同樣的錯 摩西要跟他們說 你要這40年你去回想神給他們什麼樣的祝福 在這40年裡面要看見耶和華與他們同在 上帝是一個守約的上帝 上帝是一個施慈愛的上帝 其實摩西真的很聰明 摩西真的很聰明 如果你仔細看生命經 你會發現摩西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因為他會去思考 他做了一件事情是 告訴以色列人這些事情 再一次重建以色列人跟上帝的關係 因為我們有一句話說 有關係就沒關係 沒關係就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我們人有一件事情是 我們都是從關係思考 在我們的思想裡面呢 關係先於頭腦的知識 當你有關係的時候 你那些知識都放在後面 你會想我跟他是什麼關係 所以摩西做了一件非常聰明的事情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告訴以色列人 你跟神的關係是非常親密的 今天一個孩子 為什麼要聽爸爸媽媽的話 因為他們的關係不一樣 今天一個老師教導一個孩子的時候 當你們的關係不好 那老師在上課 孩子在底下睡了半死 今天當一對夫妻關係不好 先生很叨叨 或太太很叨叨 關係不好的時候 通常都是這邊聽聽 這邊就出去了 所以那個關係 非常重要 今天當有好的關係的時候 不管做什麼事情 你都會非常有信心 因為摩西知道 心裡帶著以色列人 跟我們一樣 面對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 他們的心裡可能充滿問號 當他們看見神帶領以色列人 在那四十年裡面 可能雖然有恩典有祝福 但是人眼睛所看到的總是 不好的那一面 他們都會記在心裡 他們會有一個問號是 這個上帝真的可以嗎 他真的行嗎 他真的有辦法 帶領我們進去那個加拿美帝嗎 今天所有的人 所有的以色列人 跟我們一樣 有這一個問號 所以摩西花很多的心思 從整個生命祭 他花很多的心思 要告訴以色列人 你們要做預備 你們要預備好自己 今天在我們讀的經文 第七章的六到九節 他就提到耶和華給以色列人的三項很典 我們來看第一項 我們來看第一項 因為上帝的檢選跟人的檢選不一樣 在第七節裡面 他說上帝檢選以色列人 不是因為他們人最多 而是因為他們人最少 上帝的檢選跟我們的人的檢選是不一樣的 今天以色列人他們是最弱是人最少的 可是上帝就檢選他們 上帝就檢選他們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軟弱 那感謝主神要檢選你 你如果覺得我沒辦法 那感謝主神也要用你 你覺得我真的是家裡面最小的 我說話都沒有地位 那沒關係神也要用 就如同用大位一樣 親愛的弟兄姐妹 在神的檢選裡面 他可以檢選一個最強的民族 讓他的統治非常的簡單 讓神不用每天都費心思 但是神為什麼要檢選一個最軟弱的民族 因為神要在這裡面施掌他的大能 讓所有的人看見 都知道他是一位又真又實的上帝 他要在他裡面讓軟弱的人看見他的恩典 所以每次我們出去選東西的時候 我們都會選最好的 但是神的檢選不一樣 神的檢選不一樣 在哥林多書一章27節到29節 神檢選了世上余佐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神檢選了世上軟弱的 叫那強壯的羞愧 神也檢選了世上悲賤的 被人厭惡的 以及那無有的 為要廢掉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氣的 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神檢選以色列人 他們雖然是最軟弱的民族 但是神用最大的恩典 在帶他們的時候 要讓他們看見 神的信實跟神的偉大 在這裡面 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掌權 再來 你會看見上帝的愛 在今天的經文裡面 他提到了一個很大的重點是 上帝的愛 有一個牧師呢 曾經到一個家庭裡面去探訪 讓他們家裡有一個四歲的小女孩 這個四歲的小女孩 每次牧師來都很開心啊 牧師來了 那牧師每次就問他說 遇到他就說 欸你會什麼 小孩子很喜歡跟人家做盾 這小孩子都跟牧師說 我一文不止 每次牧師只要問他說 啊你怎麼樣 他就說我一文不止 那有一天呢 牧師就跟他說 妹妹啊 那你一文不止 你媽媽留你在家裡幹嘛 這個時候呢 妹妹就說啊不對啊 因為我長得很可愛 所以媽媽很愛我 媽媽很愛我 因為我是媽媽的小孩 所以媽媽很愛我 今天在神的愛裡面 也是這樣 當你結婚了 當你結婚了 有了孩子 我相信在這邊 我們可以問每一個人 在你去翻你的相簿的時候 當你結婚之後去翻你的相簿 當小孩子長大去翻你的相簿的時候 你爸爸媽媽結婚以後 你看見你的照片都 還是爸爸媽媽的照片都 當你去翻相簿的時候 爸爸媽媽結婚 一結婚完 你可以看到一個相簿就是 以前爸爸媽媽談戀愛 再來結婚 再來小孩子誕生 誒怎麼我上國小 我上國中 我上高中 誒 爸爸媽媽的相簿怎麼 本來十張 再來變成五張 啊我出生之後 一張 然後一年再一張 親愛的弟兄姊妹 這是什麼樣的關係 這是一個最大的愛 在爸爸媽媽他們結婚以後 就是你出生的照片 就是你成長的照片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是一個完全 完全的愛 神給我們的愛 就是跟爸爸媽媽給我們的愛一樣 完全的愛 神給我們的愛就很像怎麼樣 這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 你要去想神的愛 就好像這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 神給你的愛也是這樣 今天摩西要告訴所有的以色列人 也是這樣 小孩子在家裡面又打又撞 什麼東西都給你打翻的時候 你還是在後面搜搜搜搜搜 上帝給你的愛也是這樣 完全不變 就如同爸爸媽媽給你的愛一樣 再來摩西提到了一個點 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說神是信實 守曰又施慈愛的上帝 神是信實 守曰又施慈愛的上帝 當神跟亞伯拉罕應許說 以後呢 你的孩子要像天上的星星 跟海邊的沙一樣多 神的守曰就從來沒有離開我們的身上 神跟我們之間的立約就從來不曾再間斷 就從來不曾再間斷 雖然我們看見 在整本聖經理會看見 當神跟亞伯拉罕這樣說的時候 以色列人他們在埃及的時候 他們很苦 因為他們被埃及人欺負 他們每天要做崩 埃及人甚至會鞭打他們 他們在那邊受苦了好像四百年 四百年之久 四百多年 但是看起來光景不好 可是神用一個很大的神蹟帶領他們出埃及 用雲柱用紅海帶領他們出埃及 甚至在今天的金母我們知道 神要帶領他們進去那應許之地 是有豐富的物產有豐富的食物 神要帶領他們這個最大的恩典 當你回顧整個歷史來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神真的是一個詩詞愛又是信實的上帝 今天神跟我們簽約不是一份冷冰冰的文件 不是一個冷冰冰的文件 當神跟亞伯拉罕立約的時候 那一個約是什麼樣的約 不是合約 是一個蒙約 是一個蒙約 因為我們知道 當我們在跟人家簽合約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有利益關係 你一定要給我錢 我一定要給你產品 但是神跟我們之間的約 就跟夫妻之間的約是一樣的 那樣的相愛 那樣的堅定 所以神跟我們之間的約是無法破壞的 其實當我們看神立約之後 神做了一件非常偉大的事情是 上帝委身自己一直跟我們同行 上帝委身自己 讓他自己降悲 一直跟我們這樣一路的同行 一直守在我們旁邊帶領我們 一直守在我們的旁邊帶領我們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新的一年 在新的一年開始了 你要去思考 你跟神之間的約定 有 有這麼美好 就是說 當你在新的一年開始的時候 你要去想 你是跟以色列人一樣 謹守這個約 還是跟以色列人一樣 有時候看見 哇這世上真是太美好了 就趕快跑去旁邊 你跟神之間的約定是 什麼樣的約定 你有遵守這個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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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我們知道 我們會軟弱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時常來到神的面前 再一次思考 你跟他的約定 就如同 今天摩西告訴所有的以色列人 你要再一次去思考 神跟你之間的約定 神跟你之間的約定 有一個奧斯卡的喜劇天才作家 他曾經因為犯罪被抓 那他犯罪被抓的時候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所有的誘惑 我都 所有的事情我都能抵擋 只有誘惑以外 我都沒有辦法抗拒 除了誘惑以外 我什麼都能抵擋 那他為他的做勞 他想要用一個很圓的方式 但是其實他告訴我們 今天除了誘惑以外 今天你能抵擋那誘惑嗎 我們知道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有許多的誘惑 但是神說 我們要抵擋那誘惑 我們要抵擋那誘惑 因為當我們守慈愛 當我們遵守神的賤命 神的約的時候 我們來看今天的經文怎麼說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華你的神 他是神 是信實的神 向愛他守他見命的人 守曰施慈愛 直到千代 今天神已經把 你要怎麼得到祝福寫在這裡 你要怎麼得到祝福 向愛他守他見命的人 守曰施慈愛 直到千代 直到千代 今天我們要得到祝福 就是緊緊的跟隨神 緊緊的跟隨神 在兩個禮拜前有一個新聞 他這樣說 他的標題是寫 算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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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個工程師 放火燒 算命師的家 我們知道 在我們出去的時候 我們常常都會看到路邊有擺攤 路邊有擺攤 因為我們想要知道 欸我們人生的下一步 會遇到什麼事情 我們想要知道我們怎麼做 會遇到什麼事情 我們想要知道我們怎麼做 會得到祝福 這個工程師也一樣 從小呢 他媽媽就都帶他去給那個算命師算命 那這個算命師呢 從小時候就跟他說 你要好好讀書以後當法官 那他就很認真的讀書 到最後他有沒有當法官 沒有 那他就之後想要進去一間公司上班 他又去找那個算命師說 欸你幫我算看看 我之後想要去當工程師可不可以 那個算命師跟他說 嗯過年之後 一定會比較旺 所以呢 你過年之後再去應徵 嗯這個工程師就真的聽他的 過年之後再去應徵 有準嗎 還是沒準 這個工程師到最後很生氣 他就直接拿了一桶汽油呢 就往那個算命師他們家坡 那之後被警察抓到的時候 法官問他說 你覺得他算得準嗎 那個工程師說 怎麼算得準 那法官之後又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一天到晚 去他們家給他算命呢 那一個工程師完全沒有回答 他完全沒有回答 因為他也不知道該回答什麼 親愛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們想要抓住祝福 怎麼抓住 神這樣的愛我們 他告訴我們一個重點 當你回應他的時候 愛他 他就施慈愛 甚至祝福你直到千代 賜福給你直到千代 所以第二個 我們要想的是 我們有沒有珍惜神給我們的這個愛 我們有沒有珍惜神給我們的這個愛 今天摩西為什麼要遭聚所有的以色列人 要再一次讓他們去思想 我們有沒有珍惜神給我們的愛 有沒有珍惜神給我們的愛 今天你是一位基督徒 你怎麼告訴別人 神多麼愛他 神多麼愛他 你是不是要把這樣的福音 傳給更多的人知道 當你願意去傳的時候 代表你是珍惜這一份恩典 因為你知道神的恩典在你身上 你才有辦法把這樣的祝福傳給別人 讓別人知道 當你辛苦的時候 神會用各式各樣的方法 甚至用小伙伯就把這個小孩子 親愛的弟兄姐妹 神在每一個人的生命當中 是從來看顧保守 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神會用各式各樣的方式 來恩待你 來賜福給你 今天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沒有辦法把這樣的祝福傳給別人 你有沒有辦法把這樣的祝福傳給別人 讓別人知道 在他的生命裡面 也是有神跟他同行 從來沒有離開過他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個見證 這一個背十字架的這一個 他已經61歲了 他是一個護理人員 他的名字叫做哈蒙 那他背著這個十字架 有25公斤的有50公斤的 他背著這個十字架幹嘛 他去環遊世界 他去環遊世界 在他61歲的時候 他說他要見證他的信仰 他每次背這個十字架的時候 他就會去為那些已經信心忍淡的弟兄姐妹 幫助他祷告 他說一句話 他說就算他到最後還是仍然沒有回轉 但是我見證了我的信仰 但是我見證了我的信仰 我讓他知道 其實神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其實神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他希望讓別人看見他對信仰的堅持 透過這樣來影響他 透過這樣來影響他 他已經走過了很多國家 他已經走了8000公里 他說在他走的時候其實很辛苦 因為他必須真的背著這樣走 那在走的時候呢 有一件事情就是過海關很麻煩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他那個十字架可能是帶有攻擊性 所以他的十字架不見了兩隻 一隻是在過海關的時候被扣留 那一隻是在音樂季的時候被人家偷走 所以他現在用到現在已經是第三隻十字架 那在他的十字架你看他這邊有輪子 可是其實可能你們坐比較遠你們不知道 他這樣傳播音到底有沒有效 這些人除了這個帶領他的小姐以外 這些後面的人 我告訴你回頭率是百分之幾百分之百 今天他用這一個方式做見證 他說這樣的見證 如果每一個人 他說每一個人都會跟他說 耶穌的十字架沒有輪子 他說如果每一個人跟他說這一句話 他能得到一塊美金的時候 他現在已經是百萬富翁 所以他把十字架當成一個跟人之間拉近的一個關係 他說十字架就好像一個破冰的工具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相信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很多人的生命已經降到病點了 你就用這個十字架 記得神的愛回頭率是百分之百 神的愛回頭率是百分之百 所以不要忘記 摩西為什麼今天要召去所有的以色列人 因為我們是一個群體 因為我們是一個群體 摩西召去所有的以色列人提醒我們 生活不是自己過就好 福音不是自己得就好 而是要把這樣的福音傳給別人 要把這樣的福音傳給別人 再來要記得上帝對你的愛 就如同這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而已 上帝對你的愛 就如同這世上只有你一個人而已 我們一起來唱今天的回音詩 你愛永不變 在我們的周報裡面也有 你愛永不變 你有很全地距離 心情我無悔 將我的生命守违 你背了我的嘴 膝蓄又不會 只能你的祈禁答答回 我深深体会 你爱的宝贵 写上自己用摧碎 不伤心或气馁 我胜利或思辨 愿当强壮但永远不后退 你爱永不变 从亲直到永远 深深交换我心田 或天旋或地船 尽强海里相天 都不能教我 你流出保险的心机 我不会 你流出保险 吸尽我无悔 将我的生命输回 你为了我的罪 牺牲永不悔 写命你几大恩惠 我深深体会 你爱的宝贵 先向自己用摧碎 我伤心或气馁 我胜利或思辨 愿当强壮但永远不后退 我一起吸尽 你爱永不变 从亲直到永远 深深交换我心田 或天旋或地船 尽强海里相天 都不能教我 你爱永不变 你爱永不变 从亲直到永远 你爱永不变 从亲直到永远 你爱永不变 深深交换我心田 我天旋或地船 我天旋或地船 尽强海里相天 我天旋或地船 都不能教我 你爱永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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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亲直到永远 深深交换我心田 我天旋或地船 尽强海里相天 都不能教我 我与你爱歌卷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首歌词里面 在他的第二节 他提到 我深深体会 你爱的宝贵 献上自己永不变身 或伤心或气馁 或身体或失眠 苑刚强转打 永不后退 我相信在以色列人 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 他们可能遇到 很多次的伤心 很多次的气馁 因为他们觉得 我的应许子弟在哪里 其实当你在 在这个信仰里面 你会发现 神给我的祝福 似乎很美好 但是在某些情况里面 你会如同以色列人士 你好像看不见 那个祝福在哪里 但是摩西 却要告诉他们 这个祝福 永远不离开你的家族 这个祝福 或许只是需要时间 等到 神要告诉你 当祂给你的应许 当祂赐福给你的时候 那个祝福 永远都不是骗你的 因为祂对你的爱 永远都不会变 所以当你每次 跟以色列人觉得 我为什么会遇到 这样的苦的时候 其实你要知道 神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 我们每一个人 祂是常跟我们同在 所以当你细心去观察 你身边的东西的时候 人事物一定会发现 神的祝福都在你身上 我们再一次 把这首歌当成我们的祷告 我们再唱一次 你流出道歉 心寂寞无愧 将我的生命输回 你为了我的罪 你为了我的罪 心神永不愧 献明的几大恩惠 用我们更多的情味 我深深体会 你爱的宝贵 写上自己用罪随 我相信我激烈 或胜利或识别 愿刚强转 但永远不后退 你爱永不变 从今直到永远 神神交换我心天 或天旋或地转 尽长爱里相见 都不能叫我 与你爱歌绝 我们一起恭喜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这新的一年 我们一起聚集在这边聆听神 你的话 神说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对我们生命的带领 因为你的爱 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当我们再一次回头过去看的时候 我们知道你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被一个盲目困住 被一个困难给困住的时候 主耶稣求你的恩典恩高 就祝福在我们那些被困住的弟兄姐妹身上 主耶稣愿你让他们知道 你的祝福 你所赐的福 你给他们的应许 永远不会变 因为你是一位施慈爱的上帝 你是一位信实的上帝 主耶稣愿你让他们知道 愿你在他们的生命中掌权 我们也要把所有的弟兄姐妹 仰望在你的面前 因为我们知道在过不久 我们要过我们的旧地年的新年 主啊 愿我们把旧的生命抛弃 让我们活出新的使命 让我们把这个爱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 让更多的人知道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神会透过不一样的环境 不一样的人物 不一样的事物 来扶住我们 不让我们跌倒 因为我们是你宝贝的孩子 因为我们软弱 所以你坚决我们 所以你避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给我们得着更强的力量 谢谢主耶稣 我们再次把自己陷在那边前 愿你来使用我们 我们将祷告 都是佛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请坐